一切都在漫漫的边 只要两个人一起努力 起心协力 真他 已经打在那哭 给我打在躺地上了 给我一个交代 给我一个交代 大家好 我是大树 我想大家之前都有看过 我们韭菜同胞的杰作 小粉红的一生 人家为什么能出经典 就是因为只有我们韭菜 最懂韭菜的逻辑 一个韭菜要一生 没有经历过 魔幻红社会的人货 那他一定不是纯中国人 那么今天 我们借用国内网红的经历 来做个韭菜同胞的一生 那这个韭菜 可能是他 也可能是我 也可能是你 开场废话 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看到最后再帮我刷播食尝 哦耶 开天社会主义幸福甜蜜期 2013年我们在大学图书馆相遇 然后就开始了谈恋爱 很快大学时光就过完了 然后2015年我们毕业了 然后我们又选择了专生本 他考上了 南洋苏办 然后我考上了洛阳理工 洛阳理工 买下人生的一辆车 结果老公 觉得好棒啊 当时就是买第一辆车的时候 特别高兴 对啊 然后2020年 就是我们结束了 滴滴店 我也还清了车贷 然后我们就都来到了这时候 帮帮大家联系 正式开始了 这条生活 这条生活 已经开始了 对 然后2021年9月份 我们结束了 八年的恋爱长跑 然后 幸福 不容易 然后步入婚姻的殿堂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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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 21年的 六月份 买下了人生的第一套房子 一套房 我给你激动 然后很快 2022年的 二月份 二月 我们有了宝宝哟 对 然后我们有了宝宝 然后 十月份 我们就要当 一套房子 现在都在慢慢的变好 对 然后 2024年 九月份 我们的房子 都会 小房 只要两个人 一心努力 起心协力 房子 车子 这些东西都会有的 对 一切都在慢慢的变好 对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想不到 接到我一个人的电话 他说人家都钱对了 我还没有钱 然后我说钱 二次 他说人家 什么薪资 秋秋 然后什么 绩效给公子 一千是一笔 结果现在变成三笔七了 我 我就停不动 我说你收拾一会儿 我去带个电话 问一下 然后我问了一圈 人家都说 这人家都钱 对他说 现在工资 别想人讲薪 就相当于你这天是四千五 然后基本工资能罚到三千多 然后 吉小能罚一千多块钱 现在你基本工资只能罚两千多块钱 吉小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罚 关键是 他们说圈上都讲薪资了 但是他们工资高 我们人家是最低的工资了 他还给人家讲 然后我给另外一个手艺人说 我咋烦呀 他说现在也没有办法 现在辞职也不重要 也不合适 然后也不是那个 然后只能有钱赶着 等在那样子 要照顾后工作 但是我就特别害怕 我想在那里约工 我又给你拖后头了 我就想不想 我也不要回来 我就一直在那做 我一个人跟着办公室哭 不过 我不跟杨利亚情谈 但我觉得那天觉得我根本没有出息 但是怎么办呀 我又给你拿后头了 但是现在是降到两千了是吧 没骗呀 我亲人家 他们咋这么骗子 卖不上房子又不是我们错了 我们有没有提成 就那个提醒 我本来想给你们快热了 但是我一想到我的工资 我就给你们来一把豆腐 你想讲究我吃 我今天很严重 才能过年 姑娘了 爸爸妈妈才能卖肉给她吃 但以后我都吃不出来了 丛林社会 丛林语言 就是我听了这段故事吧 其实感同身受 我觉得在墙内的韭菜门太难了 因为这个社会太饱和了 根本就没有我们的机会 但是我们要生活 我们要努力 我们要微笑的走向明天 我听了还是蛮难过的 真的是千言万语 不如一句 我懂你 幸福来的有多突然 悲剧就有多突然 我很少见到一个公司 发展发展 就开始降薪 而且我们的韭菜同胞 也能欣然接受这样的结果 这足以证明 在墙内有很多亚历三大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新闻 你别在买 这是我妈 扯 accompanied by 回头 怎样 我这ے 真的,他骂人你骂回他不就完了吗 你干嘛要动手啊 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丽君的手机 报警了,警察也来了 然后监控的话 他们把社会部的电全部给关了 也没有监控 手机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丽君的手机上面拍的有一段 他们打架的视频 现在就两件事 第一个我们在医院坐着 龙昌那边人不出钱 我们没有医药费 第二个就是 丽君的手机也没有找到 现在这两个事没有人来解决 我们就在医院来坐着 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弄 丽君也是在一直的哭 丽君创业不给钱 也不来付检查的费用 你看看这 大家也看到了如此惊人的变化 对吧 两人要再被打 送医了 警察也来了 但医药费还得自己报销 人魔警也不管 最后他俩也不知道怎么办 看到这我想大家很好奇 到底这个荣创是怎么骗的他的钱 对吧 咱们继续 荣创有一个APP叫做荣创的幸福通 去买房的时候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收录部 然后你通过那个荣创的幸福通登记一下你的信息 信息审可通过之后 买完房就会反击总房款的1.5%左右吧 有的是1.5有的是2有的是1当时他说让我3000之内把首付给交了 然后会你一个月之内啊把21800多把这个钱给退给我过了一个月了我去问我那个销售我说这个钱咋回事啊 不是当时急着让我们催催交首付吗 你说交交首付我们也给你交了 我们都已经很配合你了 但是现在你这个钱其实不给我们退 说 他说这个东西东西你得等等 然后我就一直在等 他一周打一次电话 然后之后我我来收录部 我来收录部 我们两个来要了 当时我们两个就是还没有做组音 一个经理 直接来一句 告我呀 今年的时候他们让我去告他 我们给那个几家媒体打电话 找什么什么 还有大什么什么像 给他们打电话 说这边 这边欺诈 欺骗 就是骗我们钱 然后一年多的时间了 又来 然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也知道 之后我们上门 上门来要 就把这个事给闹大了 知道吧 很多人都知道了 然后他们的一个经理叫张一飞 当时是9月15号 9月15号当时直播闹的事有点大 个人出来给我承诺 说两个星期 9月15号 两个星期 在10月份之前 把这个钱 两万一千八百多 把这个钱打到我的账户上 我等了两周 我等了一个月 一月之内 我没有再来融矿 我就一直在等 然后过了一个月 再给他发消息 没有回我了 又换了一个人 一个姓真的 叫真什么我忘了 然后就是上次我们去融划 那个项目部那个领导 他又给我说 你给我两周时间 我给你解决了 两周之后 我给他发消息 他又不回我了 融创现在就是什么 换一个人 给我说两周的时间 我给你解决了 我把这个钱给你 然后两周过了之后 又换一个人说 两周 我再给你 这个钱 我们领导 一群领导都是在想办法 很努力的把这个钱 想办法给你凑出来 这个钱 他们怎么去凑 我一直不明白 他们怎么去凑 他有这种话 他一直在跟我强调三个字 信任感 我们之间没有信任感 这个信任感 从第一次张一飞欺骗我 第二次一个姓真的欺骗我 两个人 第一个人拖了我一个月 第二个人又拖了我一个月 不过我今天把这个事闹大了 他们再回来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再来拖我一个月 马上到2024年了 21年 荣创不给钱 说让我告他 22年 荣创还是不给钱 还是让我去告他 23年 我说他困难 说他经济困难 拿不出来这个钱 那我想问 这个钱你准备什么时候给 给你了 给别人吗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现在欠别人一百万 现在十个人欠一百万 那我可以都不还了是吧 我给一个人 我就要给全部的人 你问这些问题 你不觉得这些问题 觉得可笑吗 我不是说我一开始 就来荣创这里直播 我也不是一开始 我就来这边吵 来这边闹 我一开始 我是抱着一副 就是恳求他们的态度 你赶紧把这个钱给我吧 很长时间了 是逼逼无奈 我才通过直播 我才通过这个互联网的方式 我来要这个钱 来我没办法了 好不好 我现在就是这 一周 我学习一千 我来一次 说把这个钱给我 什么时候我不来 可能你说我蹭流量也好 我现在就直接跟你说 我就来蹭流量 好吧 我就来带货 我就来挣钱来了 满满意了 听到你们想要的结果了 所以以后就不要说蹭流量了 我现在承认了 如果按照1%或者1.5%的利率来算 反他2万多 那这个房子差不多要一两百万 所以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讲 背负一两百万的这样的一个债务 去买这样的房子 这个绝对是压力三大的 而且欠债还钱 这是天经地义 但是他找对方要债的时候 对方却说 你告我呀 结果呢 他俩却告到了媒体 这个不是告 这个是告诉媒体 咱韭菜集中营 你说咋整 人们根本不知道 这个法律是用来保护自己的 他一直以为这个法律是约束他的 所以咱们唯一自救的模式 就是曝光腾 这也说明咱韭菜同胞们 对防火墙都有普遍的共识 所以条件反射的就是曝光腾 大家想一想 一个大型的企业遍布全国 竟然两万块都拿不出来 丢人呐 你有难处 你欠人钱 你凭什么让我理解 这个不是诚信问题 这个是诈骗 我现在买了你的楼盘 然后你的楼盘结果烂尾了 房子不值那么多钱 你不说 我还得还同样的价钱给你 啊 真他妈妈 其实觉得这几年太难了 什么都没有赶上好多 工作吧 几天 也挣不了多少钱 照旧晚五 你说买个房子吧 也不说价钱了 也住不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是觉得整天跟个机器人一样 没有休止到工作 上班下班还还还带 上班下班还还带 看不到希望 买套房子吧 150万 我不知道多少时间 你都有一百五十万 上班一个月工资六千块钱 一年不吃不喝七万块钱 一百五十万我得干 三十年 还不如 像你们现在这样 当无数的压力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你已经无形的被这个五子三 给压在了下面 心有多高 身上的悲剧就有多重 这样一对 对未来充满了憧憬的这个年轻人 和你我一样 结果在几年之后 历经沧桑 亮亮没有了自信 而他的老婆丽君 虽然总是带着微笑 可是这种微笑 却充满了沧桑与无奈 所以我能想象这两万块钱的返现 对他们来讲有多重要 因为还这笔债至少要三十年 在这三十年间你不能有任何的意外 你的钱根本不允许你生病 但是你要在这种绝望 甚至是无望中去麻痹自己 告诉自己明天会更好 今天都活不明白 明天就有答案了 在这样重击之下 随着事件的曝光 魔警竟然出现了 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好 很抱歉 让大家担心了 我们两个目前都很好 我们的事情发生后 在不到一千的时间内 开出所的民警就帮助我们 把事情妥善圆满的解决好了 我们很满意 特别感谢警察同志 也感谢媒体和网友对我们的关注 十分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不知道他说的这句话呢 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感谢 还是基于一些其他原因 我也不知道他这个两万块 有没有要回来 但是走了一遍社会主义的流程 那就是低头感谢 然后说一句 说我抵抗 我都已经感谢政府了 这个事件应该是很好的结局吧 结果答案却是 我们最近出了一点问题 平台社会有很多规则 需要我们去遵守 一旦触及到了制定的这些规则 不会受到一些人的处罚 就拿我们的视频来说 有可能会消失 也有可能会被限制 屡见不鲜 我们也都已经习惯了 因为以前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件 突然就没了 这个东西我们决定不了 虽然是我自己的东西 但是现在也是需要在别人的掌控下生活 我们的账号现在是处于一个半封禁的状态 也就是说不能直播 不能恢复网友的评论 不能发布一些视频 抖音也是 某个小破绽也是 现在是处于惊言中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依然不是很明白 我也不奢望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申诉了 我只是希望能尽快恢复我的相关功能 我觉得我并没有什么做错的地方 如果你觉得你没错 那么一定是他们错了 你觉得这个是他们想要听到的结果吗 所以不封你 封谁呢 君子不利于威强之下 我们这次算是硬的 虽然说结局是成功的 但是如果没有这么大庞大的流量 如果没有网友 如果没有粉丝们 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不敢想象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谢谢大家 十分感谢 君子不利于威强之下 你不管他以前是什么意思 但是现在用到这个情景是恰到好处 今天你去要债 拿回属于你自己的两万块 而且也不知道拿到了这笔钱没有 但是两万块 却换回的却是被消失 这就是韭菜国 也是维权的代价 韭菜的一生 此时无声圣用声 这个交代呢 就是国家对人民的交代 当我们要一个交代时 却换回了另一个交代 而当我们尝试去撕下这个交代时 有的人却拿着小红旗 无条件的支持国家这样的行为 所以悲剧还将继续 热血也会继续沸腾 当历史的轮盘开始转动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现实即将发生转变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努力的人 正是因为我们太努力了 所以我们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生产工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生